民間鄉公所支持的新北社區開心相擁之旅 活動日前在新北社區水用菜園區舉行 活動由文化部補助 透過參與式預算 由社區居民、提案以及投票選出 展現地方參與民主決策精神 新北社區一直以來在民間鄉推動社造不予一例 不管是關懷據點還是一些社造據點的計畫 這一次特別用水用菜文化 結合環保的議題 把料理達人用水用菜入菜 以及用寶特瓶環保回收的方式 鼓勵大家種植水用菜保護環境 在在的顯示說地方的社區對環保的議題 跟這個地方產業非常重視 那鄉長承安利希望透過這樣的參與式預算 讓社區營造的方式 帶動更多的民眾參與地方的推動工作 跟社造的運營 新北社區首次參與鄉公所辦理的社區參與式 預算計畫 透過一系列說明會與居民提案大會 讓居民深入了解、計畫並公開投票 最終以推廣水用菜文化 與環境保護為核心的開心相擁之旅 獲得最高票 社區志工熱情投入籌備 感謝公所爭取到文化部的經費 讓我們在新北社區有一個地址 它建了七分地的 要讓我們在這個地方 給它發光發熱 因為新家最出名是冷爭硬材 那因為冷爭硬材 要怎麼給它推廣出去 現在是由公所以及雲科大來給我們指導 希望說我們會把這片土地 給它用得更好 目前我們所規劃的是 一般要給它做DIY的硬材橫 還是可以下去摘 另外一半就是要用泡腳區 因為新家最出名是冷爭 所以我們這個泡腳區一定要做出來 活動泥土豐舞表演揭開序幕 並由任修華老師導臺 讓學員親自深入了解 新北社區的冷泉資源 與水庸菜生態系統 鼓勵大家合作維護在地生態 社區加正班則製作水庸菜料理 結合產業文化與美食體驗 記者黃聰寧明吉江採訪報導